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过着放浪行孩的生活 关于他的婚姻生活 民间更是有唐伯虎点秋香的传说 那么唐伯虎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拥有着浪漫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吗 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海峡两岸举办的唐银特展 到唐伯虎的侍女途中去寻找答案 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明寺大家唐银特展中 这组侍女途尤其吸引人们的目光 画班集团善 仿唐人侍女 画嫦娥奔月 画寒西在夜宴图等 一个个极富蕴质的女性形象 跃然直上 巧合的是 海峡这边的苏州博物馆举办的 无门画派之唐银特展 也展出了唐伯虎的仿寒西在夜宴图 两幅图都是局部的官武 人物和背景等处虽略有不同 却仿佛姐妹一般 面貌相似 现在让他们团聚在一起 您可以比较一下 哪一幅更有趣味些 苏州博物馆的唐银特展 还可以看到南京博物院的 李端端启示图 上海博物馆的牡丹侍女图 秋风完善图等 这些画作中的美女 体态优美 楚楚动人 那么唐伯虎笔下的这些古典美人 会不会与唐伯虎的众多传说 有关联呢 唐银呢 他不仅善于画山水 也非常善于画美女 是公认的画美女的圣首 他的这些风流传说呀 跟他这个画美女的话 肯定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他对于女性的资容神态 发型衣饰 都进行过非常细致深入的了解 所以呢 他画出的美女啊 不仅形态生动 而且呢 方方面面都非常的逼真 拿我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四美图来说吧 这是唐银的美女画的名作了 他表现的呢 是一个宫廷酒会的一个片段 有两位贵夫人正在那聊天 有一位说 妹妹您再来一杯吧 那个说 哎呦 姐姐我可不能喝了 再喝就醉了 这时候呢 有两位侍女 有一个是管倒酒的 给针上了一杯酒 有一个呢 是端菜的 托盘里有一碟菜 还有一双筷子 啊 他就说了 说哎 您先来口菜 您就喝不醉了 虽然没有声音 啊 使我们宛如 听见了他们在说什么 呃 在说他的衣服 发型和首饰呢 也都刻画的非常细致入微 可以说呢 对我们了解古代妇女的服饰 也有非常宝贵的资料作用 唐伯虎点秋香 是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 故事中 唐伯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爱上了画府的丫鬟秋香 那次 他隐姓埋名 进入画府 当了一名仆人 几经周折 终于取得美人归 故事中的唐伯虎 幽默更去 才华横溢 受到民间百姓的喜爱 可是 故事毕竟是故事 唐伯虎到底有没有类似的际遇呢 唐伯虎点秋香 是大家有什么名义的故事 但是经有学者很早就指出 反而是唐伯虎略大于这个华虎的主人 大家传颂一时 其实可能是一种民间的传说 不是真正可以得到印证的史实 关于那个三校点秋香的故事啊 可能并不都是唐伯虎干的 有很大的成分 是别人一直附会给他的 但是呢 如果他彻底的没有这方面的情况 可能别人也不会附会他 唐伯虎是史书上没有传记的人 所以呢 关于他的很多情况 都出于民间的传说 唐伯虎的婚姻生活 通过他的朋友 朱允明写的 唐伯虎穆志明 可以略知一二 十九岁时 唐伯虎迎娶徐氏为妻 徐氏出身名门 知书达礼 夫妻感情融洽 恩爱和谐 可惜好景不长 仅仅六年时间 徐氏就因病去世 二十七岁时 唐伯虎又续娶了和氏 娶了和氏后不久 唐伯虎就遭遇了科长舞弊案 在这之前 他是炙手可热的大才子 在这之后呢 他前途渺茫 境遇堪忧 就连妻子和氏 也对他冷淡起来 有人说呀 和氏非常势利 看到生活没有希望 就离开了唐伯虎 也有人说 是因为唐伯虎那段时间 心情极差 一怒之下 休了和氏 总之啊 在科长舞弊案后不久 唐伯虎的第二次婚姻 就在绝望中结束了 唐伯虎靠卖化为生 逐渐积攒下一些银钱 在苏州城郊的桃花物 安居下来后 又取了沈氏为妻 沈氏就是沈九娘 因为出身不好 没有被祝允名记载到 唐伯虎墓志名中 然而 从唐伯虎写给沈九娘的一些诗词中 可以看出他们夫妻非常恩爱 在扬州道上思念沈九娘的诗中 唐伯虎写道 相思两地望迢迢 青泪临门 落不跑 由此可见 沈九娘不仅是唐伯虎生活中的嫌弃 还是她精神上的知己 可以想象 唐伯虎作画时 沈九娘给她磨磨 调色 扑纸 两人琴瑟和谐 在桃花雾 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在唐伯虎的某些侍女途中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仿唐人侍女和画长鹅奔月上 可以看到侍女们 有着差不多的端庄容貌和优雅仪态 她们很可能就是以沈九娘为模特 有着沈九娘的神韵和风采 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公元1512年的寒冬 沈九娘因病去世 唐伯虎中年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伯虎中年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伯虎中年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伯虎中年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伯虎中年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引勇花月的唐伯虎 于是对民间百姓赋会上浪漫多情的性格 再加上他又画了那么多美丽生动的侍女图 人们于是以他为主人公创作了一些爱情故事 事实上唐伯虎画美人有时候也别有深意 他的朋友文征明很了解这点 在唐伯虎的一幅《侍女图》上 文征明提示道 他认为唐伯虎画世女图是为了表达怀才不欲 民主见弃的人生失落 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秋风完善图为例 团善虽是主人夏季的宠儿 但在秋凉后往往被主人丢弃到一边 在这里唐伯虎以团善自欲 表达了自己在科长舞弊案后 永绝于仕途的委屈与失落 唐伯虎的多情创造了诗意浪漫的笔墨空间 然而自古多情空于恨 唐伯虎的人生悲剧也恰在于此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保办案官方微博微信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